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小姑姑跟他说 看见三个男的和两个女的 进入到他的公寓里面 传出了很多这种男女的声音 我喜欢Cosplay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 就是在经济上给我多一点支持 这谁还 呦呦呦呦呦 来来来先一下 好啊 大家好 我是翔子 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 是接到了一位男孩子的求助 这件事情因为这种原因 一直被搁放着 正在年初这个时候 我们准备重拾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男孩子现在他是在美国 收入方面也都比较的可观 他的女朋友是在我们这边 就在两个月前 也就是11月份的时候 因为他家旁边是住他小姑家 他小姑突然晚上给他发微信 问他在不在家里面 他说现在还没回国呢 准备年前回去嘛 然后他小姑就跟他说 看见三个男的和两个女的 进入到他的工具里面 而且小姑说啊 他房间里面当时是晚上的 凌晨一点多 传出了很多这种 男女的声音 那这个男孩子呢 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怪 就通过微信 联系到自己的旅途 以下呢 是这个男孩子 给我们截取了两张 这个微信聊天的截图 当然现在呢 这个男孩子已经和这个女孩子分手了 因为事后这个男孩子也做过一些调查 确确实实 当天晚上 是一共有五个人进入了他的这个公寓里面 而且他的这个女朋友 私下背着他 确确实实这个生活关系 或者说这个圈子是特别乱的 那这件事情发给了我们之后呢 我们也是想帮助 但是这个事一直搁到了现在嘛 现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我们添加了这个女孩子的微信 导致这个女孩子呢 现在自称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而且看他的朋友圈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这种cosplay的东西 我们也询问了一下这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说 确实实这个女孩子平时呢 是没有什么很稳定的收入的 但是有一个爱好呢 就是特别喜欢参加漫展 cos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JK啊就是漂亮的一些小姐姐啊 那我们就是这个事情呢 既然答应过这个男孩子 不管是说拖了多长时间 我们也应该给到他一个答案 那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手段吧 我这边呢是自己建的一个微信号 里面有非常多这个豪车啊 豪表啊 一直在炫富着这样一个地位啊 还有这个女孩子也是 已经聊了两天的时间了 我们相约是在后天的时候 出来见一个面 然后到时候 进入也会用镜头 进入更多我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而且这期我觉得 如果这个女孩子 一直是按我们这个意愿在走的话 一定是史上非常爆炸的一期 这个瓜就太大了 翔哥就喜欢这些JK小姐姐啊 不知道能不能摩擦出一些有趣的谎话 我们两天后拭目以待 我先看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 你好 你好 你好姑娘问一下 那个X路那边怎么走啊 X路 前面然后路口左拐 执行就是 执行多个红绿灯啊 没有多远 你执行拐过去就是了 好了 我刚好也要X路 你也去X路啊 好再见啊 不是 你也去X路啊 对 叫滴滴了吗 对 我在这等车没打到车 没打着 对 那你上来 那你快去 方便吧 方便 比方便的面都方便 你上去行吧 这天挺冷的 今天挺冷 谢谢 啥好险 你去上X路干嘛 我 我得去见个朋友去 哦 去见朋友 看你穿着这身真洋气啊 你挺小的吧 不大 不大 好看吗 好看好看 你今儿去X路去干嘛了呀 我也是去见个朋友 你也去见朋友 我只要是去见见我朝思暮想的女神 你今儿去见女神 你有女朋友了 我没女朋友 哦 没有女朋友 所以见女神嘛 哦 女朋友她都是女神嘛 我看你穿这身 你是搞运动的吗 嗯 不是 我是做那个 我喜欢cosplay 平时会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哦 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是那种平面模特呀 这种 类似差不多吧 就喜欢那个漫展上的那种 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那种戴着那种假发 对 然后穿着那种 GK 对对对 喜欢吗 就扭着那种 对对对 哦 喜欢 是吧 就是很好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 平时比较喜欢写生 您是做什么的 我啊 嗯 我是平时收房租的 收房租的 哦 对 我平时就是喜欢画画 哈哈哈哈 您是搞创作的 对对 哎呀厉害厉害 我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搞创作的 有自己想法的人 我太喜欢这样的了 我倒没什么想法 反正呢 我就是平时 一三五七的时候 收手房租 二四六之后 我主要是发挥发挥自己的 这个艺术特长 去写写生啊 创作创作画画上 您是这边的人是吧 哦 对我是这边的 哦 真好 你是 我不是这边的 对我是南方那边的人 南方那边呢 你喜欢南方的人吗 南方姑娘吗 南方姑娘好啊 南方姑娘温柔啊 是吗 何浪啊 那那个 到时候有合适的 我给你介绍啊 哎呦 是吗 像您这种又搞创作 应该很多女孩喜欢你吧 哎呀真是 主要是 你每天那么多房子 这些收租 开着车来来回回这转 忙不过来是不是 忙不过来 你说哪有时间 我去谈女朋友啥的 累 对 这不正好缺一个女朋友吗 可以帮你分担一下 我主要是挺相信缘分的 要是没缘分的话 我就 哎呀 怎么碰也碰不成 哎就这儿是吧 哎就这就这 你给我停路边就行 谢谢 不用客气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XXX 咱还能见着吗 以后 看看吧 碰不碰吧 反正哪天你要再站路边的话 我倒是去办个滴滴司机 傻的245拉个滴滴 给看到人放家 行 行了那我先走了 拜拜 那这个小XXX 应该是已经去到这个咖啡店里面了 我们故意演了这么一出 也是为了增加一点 我们彼此之间的好感度 看上去像是很有缘分的这种感觉 然后因为这个姑娘 我觉得一个月如果能收到五万六万块钱 比是这么长时间的生活的话 你首先是不是 你得把这个车什么的先显摆出来 这才有一个聊天的这样一个高度 是不是 然后其次也让她感觉到 非常的有缘分 无形当中增加一点好感度 会为之后我们尽快完成这件事情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过刚才的交谈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有教养的 这样一个女孩子 当然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男孩子之所以能给我们 爆出这样一个猛料来 那这个姑娘她一定在私下 有另外一层皮 我们去看看 干干嘛 我去骚了 好 我到了 哎 好巧了 你是那个那个 那个之前在微信上聊的那个 是吗 哎呦我天哪 怎么这么巧 问我自己来一下 我自己来一下 这个 这个颜色呢 我们说咱俩什么想要见的 好 这个太爽了 我说嘛 当时我在那个微信上跟你聊的时候 就是那个就说喜欢 cosplay 什么的 没想到 算好 是啊 我都说了你就不知道 哎呀我就是市场太急了 没反应过来 那个车是什么 哪一个呢 哪一个呢 宝贝银子 开的那一个 啊 是 是吧 啊 跟朋友圈放的不一样是吧 对 对 对 朋友那是另外的 另外的呢 是吧 都是这个 都是我的 你自己没开车吗 我 我家里想着我买的 是我觉得时间还不到 而且我一个女孩就在这边 就是还不算太稳定吧 想找个男朋友再说 跟之前在微信上聊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挺好的 这人挺知性 也挺懂事的 我觉得挺何来的 没想到今天这么有缘分 我就开门见山说了 你看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咱要不然就交往来试一下 我其实对男朋友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人品要好 他的什么长得帅啊什么 我这个人其实不看脸的 那完了 那我除了帅一无所有 可以说 没有没有 你人很好 刚刚已经考验过了 在后边已经考验过了 果然是个套 没有没有 我真不知道那是你 然后我真的觉得你人还可以 我通过测试了 对 但是我这两年没有结束的打算 我想再考验一下看看人们再说 这个你能接受吗 有道理 你说这个有道理 还有其他的要求什么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一个女孩子嘛 在这边也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 就是在经济上给我多一点支持 哦 你看有工作吗 我几个人也是工作啊 这是 是 对啊 又有兴趣又能有钱赚 对啊 那你Cosplay的话 现在一个月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收入反正不花的 但是如果说要正常花的话 还是需要男朋友稍微支持一下 哦 大概得多少 你说这个 起码不能比前男友差吧 前男友多 前男友一个月给我六万 六万 六万还多啊 对你来说六万都不算多吧 对 那还多吗 我就在这想 怎么能给这么点啊 这样 这不是打算要份啊 一个月才给六万还钱啊 那你打算够多少 你得看我这边的桌子收入怎么样 我平时的时候主要的心理来源就是这些房租嘛 百分之四十这边拿出来都是给到你吧 反正就是十万七点 其实你钱不钱都不重要 只要是人好就不行 是吧 我人我觉得倒还真是不错 首先呢 我特别希望拿出来我的一部分东西给到我另一半 那时候我时间又省 你真贴心 对吧 而且你看我那么多些车 为什么竟然开了这辆最不值钱的车呢 因为它是粉红色嘛 我有心思问问你这边正好没买车 你到时候你会开车吗 我会啊 你会啊 那太巧了 到时候你就开那个车就行了 好吗 你开剩的给我开啊 不是开不开 剩的这车也是刚买的 刚挂好牌子 弄完颜色 各方面调试好 油耗也小 但是那个油钱你也不用担心 我到时候给你送上油卡行了 好不好 亲爱的 哎呦 哎呦 看在你这么体贴的份上 你前面就原谅你了 啊 哈哈哈 主要是你没打算结婚这个事 我得掂量掂量 因为我年龄稍微转到 掂量什么 你追女孩谁能马上就同意你 都要考验一下的 我这样说也很正常 我现在是住在那个丽敬花园那边 你又去吗 挺远的 挺远的 对 开车去 我本来还想进去 你让他看看呢 不是 远是挺远的 但是开车就也 哦 我一会儿来你就开车去 可以啊 你一会儿去我家那边 行啊 来 进来坐 这地方怎么挺小的 我平时住这房子就是不大 但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房子 都是我收租子的地方 所以说这房子就是不大 但是它多呀 而且这个地角它也贵呀 挺贵的 这谁开车 哦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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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先给你 来来来 先给你 让你稍微走 那好玩的吧 不用我 不洗了 一个啊 一个啊 那个 那买点东西都在哪啊 买点的 我不 我不躺 我腰挤住了 这个床了有点软 我是一个画家 你COS给我们哪一笔 宝贝 太完了 太棒了